发电方式有哪几种 变电锁的功能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吗 由台电公司主办 在全国大专及高中巡回的 校园电力沟通宣导说明会 提供了以上这些问题的解答 2012年12月26号 在桃园成功工商举办的场次 气氛热络 学生们参与热烈 不只老师们竖起大拇指 学生更是收获满满满 我觉得办这一次的 全国电力的一个 沟通宣导 再来是有关多媒体 以及平面海报的一个宣导 我觉得办得非常的棒 那同学呢也非常的踊跃 那透过讲师精辟的演讲 那同学的参与步也非常的高 那我相信 这个次的活动办得会非常的成功 那未来我们也会在学校 来协助推广有关台电的 这方面的概念跟观念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配合 这样的活动的推行 这个校园电力沟通宣导说明会 今年已经办到了第十三届 除了为学生们介绍各种电力知识以外 更用活泼的方式 鼓励学生们参与多媒体广告 和平面海报的设计比赛 期望学生们透过参与活动 对电力议题产生更多的兴趣和认同感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 让我们更多不了解电力的人更了解一些关于用电的方法 以及用电的一些用途 让我们可以更了解省电的功能 承办这个计划的亚太创意技术学院汪淑珍主任表示 这个活动让他十分有成就感 透过宣导他和学生近距离的接触 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不再对电力有错误的认知 这个说明会在去年举办了超过70个场次 想必未来也能继续带给学生们美好的知识饗宴 台电公司台北报导